好,同学们,大家下午好 这一节课我们系统现在给大家讲循环小数 那一提到循环小数,大家一定会想到分数 对不对,因为循环小数一般都会让大家划成分数 然后进行一定的混合运算 好,这节课一样的 我们会从知识结构,案例分析,强化巩固,举一反三 最后带大家归纳总结 重点就是让大家扬成独立自主学习能力和举一反三的能力 像李老师那个年代,那九几年上小学 那哪有老师说系统系统带着我们讲这些东西 那都是自己学基本上 课本上那点知识,老师讲完就没了 所以自己学习的能力是决定咱们以后的一个高度 你是能上985还是211 还是普通大学,是不是这样 那咱们举一反三能力也是需要锻炼的 咱们这个系统课程就是为了让大家达到这样一个水平 好,我们把这个思维思路打开 那大家先看一下什么叫做循环小数 这个概念那肯定是枯燥的 大家呢,先跟着我读一下 一个数字啊 的小数部分从某一位起 一个或者几个数字 依次重复出现的 无限小数 是不是叫循环小数 那肯定是无限,无穷无尽的 不然它怎么叫循环小数呢 比如说 1.3333333 无穷无尽的三 到宇宙的尽头 所以它可以写成什么呢 1.3 戴个帽子 不戴帽 戴上面戴个点 1.3循环 那你看看 从某一位 从三开始 他说一个或几个数字 这就一个三循环 那比如说 1.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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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相当于 从三开始连续两个数字 你看看 从某一位 从三 几个呢 两个数字 37 它就可以写成 1.3737循环 那再比方说 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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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复读机一样 它是不是就相当于 从二开始 234连续 循环 那就可以写成 1.234 234循环 或者有个地方 现在改版了 1.234 在二和四上边 写两个点 所以说 像这种情况呢 咱们就统称为 循环小数 大家肯定课堂上都学过 但是现在 大家只是没学过 循环小数的一些 综合运用的技巧 那这几个就是掌握 分数和小数的互化 通过分数的形式 判断相应的小数类型 注意利用周期性 进行分析 分数循环小数 分析循环小数的小数部分 是吧 好嘞 那我们就开始讲了 这个呢 是咱们的知识结构 我相信大家应该不陌生 是吧 首先呢 分数的划分 分类 大家先看一下 分无限不循环 和无限循环 什么叫无限不循环呢 像选择题 它会考大家 比如说 1.372154 317 没有任何规律 比如说π 是等于3.141592654 等等 我只能记到这了 其他的 没必要记这么多 像这些呢 它不循环 并且它是无穷无尽的 这一类叫 无限不循环 那什么叫无限循环呢 无限循环 就意思就是 你刚才 咱刚才举过例子的 是不是啊 比如说 1.1.222222 无限循环 1.22循环 对不对 那这个呢 叫纯循环小数 那什么叫混循环小数 这个时候注意啊 混循环小数 比如说 1.365 它只从5这儿循环 前面3和6不循环 能理解过 那就相当于是 1.365 5 就相当于这个意思啊 好那我们继续来学习啊 如果说是从第一位开始循环的 那它就是纯循环 如果不是从第一位 你比如说从第三位开始循环 这是第一位啊 这是第二位 从小数部分的第二位 第三位的 它就是混循环小数 那这个呢 会从选择体的角度啊 考验大家的知识 是吧 基本功 互相转化的话 很好理解 分数化小数 小数化分数 是不是 这个都会互相转化的啊 好 那循环小数与分数呢 就是说一般都会化解 纯循环小数往分数化 或者说混循环小数往分数化 那注意啊 这一块是必考点 也是重难点 那注意 你不用去理解太复杂 我给大家大招已经写好 放在这了 大招 注意 第一个 纯循环小数化分数 循环节做分子 你比如说 连写几个9做分母 循环节有几位写几个9 比如说0.3 怎么理解 这相当于公式了 当然 我建议大家自己会推导之后呢 再来记这个公式 好不好 你比如说 循环节是什么呢 是不是这个3 那把它当分子 连写几个分母 几个9做分母 循环节有几位写几个9 循环节这只有3呀 那就写一个9 那你比如说 0.347 347循环 它呀 循环节是什么呀 347 347做分母 连写几个9呢 这边下边有几个9 就取决于这个循环节 有几个9 有几位 有几位啊 循环节有几位 这循环节有三位 就写三个9 来 那这个我相信 大家应该会了 我给大家再举个例子 那我比如说 0.37 你循环 怎么移步到位呢 来 循环节做分子 37 对不对 分母有几个9 就看这个循环节有几位 循环节有两位 写两个9 那你比如说 0.19 那是不是等于 99分之19呀 循环 比如说 0.1237 四个循环 一个循环节有四位 就写四个9 循环节 1237做分子 所以 这个是纯循环小数 划分数的方法 那 这个公式直接用 不要求大家 一定要会推倒 当然大家可以 下去自己推倒一下 是不是 一会儿我也会 带着大家推倒一下 嗯 那如果说 混循环小数 划分数呢 那注意看 小数部分 减去不循环的数字 做分子 怎么理解 比如说 0.2134 小数部分 是2134 对不对 写在这儿 减去不循环的数字 做分子 你这21是不循环呀 你减它 好 那分子 就是这一部分 下边有几个9呢 我们看看 连写几个9 再连着写几个0 做分母 写几个9呢 循环节是几个数 就写几个9 这个呀 跟上面是一样的 是吧 那循环节呢 有两个呀 那我就写两个9 那不循环的部分 是几个 就写几个0 这个二和一不循环 是两个写两个0 这二和一决定了 这是两个0 这三和四呢 决定两个9 那直接写下来就行了 例如 是吧 那我给你举个例子 0.178 等于什么呢 诶 那大家看 上面是小数部分 是不是178 小数部分 减不循环的数字 不循环的数字 是多少 是1的呀 减1就行了呀 对不对 那下面呢 连写几个9 循环节有7和8 写两个9 不循环的部分 是不是只有1呀 写一个0 所以这个答案就是他 那你可以很快的 写出0.2379 是不是等于 237 这是纯的啊 等一下 要是混的 纯的就用上边这个公式啊 混循环小数 用下面的 2379 减去不循环的23 下面几个9呢 这有两个循环 这个循环节有两个数字啊 两位数字写两个9 这有两个是不循环的 再补两个0 这个好不好用 给不给力吧 是不是很给力啊 所以以后问到这样的题 上公式上公式 当然你自己下去又会推倒 考试不会让你推的啊 来 纯熊啊 小数 划分数 来 我给大家先演示一下 这个怎么做 当然了 如果说大家刚才 你已经 求出来了 对不对 已经学会了 公式了 你就简单 这个呢 就是 9分之1 这个呢 9分之4 这个等于多少 九十九分之1 九十九分之35 这是直接公式推倒 是吧 其实我就不讲了 我就抽一个典型的 一个典型的例子 0.4的循环 为什么它就等于九分之4 为什么这个公式可以直接用 对不对 嗯 那注意听了啊 我把0.4的循环呢 我给它当成A 好 为了把它化解成分数 你想想 0.4啊 循环 它有很多很多个4 多少个咱也不知道 无数个 那我想把小数部分削掉 我左边乘个10 右边也乘个10 这个等式是成立的吧 好 同学们再看 10乘以0.4的循环 0.4的循环是这个 乘以10之后 这个小数点 是不是得跑这来了 那是不是就变成了4.4444444 是不是变成了4.4循环呀 后边无限循环 4.4循环 那它 是不是等于10A呀 那这个是一式 这个是二式 同学们 我们用二式 我们用二式 减一式 它减掉它 小数部分 是不是抵消了4.4循环解0.4循环 你看看 那是不是等于10A解A 那你看看 4.4循环解0.4循环 是不是等于4呢 是不是等于9A呢 A是不是等于九分之四啊 我就证明这一个 其他的都是一模一样的方法 去证明 好不好 那用公式呢 这四个呢 直接全部搞定 嗯 以后考试直接用 行了啊 混循环小数 嘿嘿嘿 来 当然了 这里面啊 你注意混循环小数啊 这个不是混循环小数 这个是的 我就给它放到这儿啊 对照起来学习 好 混循环小数 大家还记不记得公式啊 小数部分写在上面 减掉不循环的部分 0 是不是 小数部分写到上边 减掉不循环的这个0 分母呢 我们看一下 有几个 有几个循环部分呀 循环节有一个8 写一个 写一个9 这边不循环的有几位呢 有一位 写补个0 所以它就等于90分之 吧 你再化减一下 等于4 45 嗯 前面一个都化减了吗 前面的都没问题 都化减了啊 好 那0.38 8循环 是不是等于多少 来 分子 这个分数的小 这个 循环小数的分数的 这个小数部分啊 写在分子上 减掉 还记不记得 别忘记了 小数部分 小数部分 减去不循环的数字 作为分子 小数部分 38呀 不循环的 是不是3 那好 这里面写几个9呢 就看 循环节 有几个数 循环节 就一个数 写一个9 后边 补多少个0呢 看 不循环的部分 有几个数字 不循环的部分 就一个数字 补个0 所以等于 90分之 35 再约个分 7 18分之7 对不对 嗯 这边是不是也得约一下 这约不了 这99分之35 可以的啊 那这个呀 0.123 123 循环 上公式啊 999分之123 还记不记得 循环小数的 纯循环小数部分 循环节 做分子 连续有几个 9做分母呢 取决于循环节 有几位 循环节有几位 就有几个9 嗯 循环节 你看看这 是不是 3位 3个9 那123呢 哎 咱们做分子就行啊 好 对照一下 如果1不循环 只有23循环 那它就是 混循环小数 它是不是等于多少 分数的 这个小 小数的部分 咱们咱们咱们做一个分子 减去什么呢 不循环的部分 是不是1啊 减掉1 哎 咱们分子就这样表达 那下面写几个9呢 先写9 几个9呢 两个9 因为循环节制有2和3 它有两位数 写两个9 这有一位数 不循环 有一位数 补一个0 所以就等于 990分之122 那我们再约个分 等于 495分之61 对不对 都除以2呗 好 这个字不能再约下去了 就这么多 所以啊 如果说呀 碰到像这样 去直接上公式就行 你不需要单独 就按照我刚才的推导 你说你按照我刚才 这个推导过程呀 那你考试时间不够用 嗯 如果它让你证明 它让你证明的话 你就用这个方法去证明 它没让你证明 你就用这个方法 直接换解就行 好 这个综合计算 我就算快一点 0.1呢 9分之1 0.2的循环9分之2 0.3的循环9分之3 等于9分之6 等于多少 3分之2 9分之2 加9分之3 加9分之4 等于9分之9 等于1 等于9分之3 加上9分之5 加9分之7 等于9分之19 哦不对啊 算快了 对 15啊 那咱约个分嘞 约个分 3分之5 有的地方不让你写这个这个假分数 你就一又三分之二好了 是不是 每个版本不一样 嗯 有个地方让有个地方家长同学说啊 力道士我那不让写假分数 我那得写凡分数 小数分数 互换 嗯 来一个综合性的运算啊 当然也不难 你只要会了我刚才的换检的这个大招 一不变 一万变 哎 我就直接写了啊 快不快 他们 快不快 嗯 是不是等于一减多少 九分之二百是吧 再加多少 九分之三乘以六分之九 等于一减九分之二加上二分之一 那咱通个分 嗯 九分之七加二分之一 通分啊 等于多少 十八分之十四加九 十八分之二十三 不让写凡分数 就等于一有十八分之五 好不好 嗯 下一个 小数分数呼化 哎 这个题有难度 结果欲循环小数表示 哎 我们看一下这道题怎么做 好 那如果说碰到像这样的题啊 大家注意了 哎 这五个分数 首先你得先算一下 他们都是 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是吧 那有的可以是 循环小数 有的不是循环小数 是吧 有的是纯循环小数 有的是混循环小数 我们首先来算一下 我们首先来算一下这个三分之一 好不好 三分之一等于什么呢 我们在这算啊 三分之一等于一 怎么会等于一呢 等于零点 三三三三三三 等于零点 三 循环 那五分之一又等于多少呢 零点 二 它不是循环小数 对不对 七分之一等于多少 那我们算一下 一除以七 零点一七 三十 三七 二 四七 二十八 二十 三七 二十一 哎 二七十四 六十 哎 这个重新算一下 这个 七分之一的话 可能要算得久一点 一除以七 一七得七 三十 四七 二十八 二十 二七 一十四 六十 七八 五十六 四十 六 五七 三十五 五十 七七 四十九 十 对不对 后面变成十了 十的话就变成 一七 得七 三十 三十的话又是四 那它就是这样的 嗯 零点一四 一四二八五七 零点一四二八五七 一四二八五七 循环 有的地方就直接写 一四二八五七 写个这个就行了 嗯 好 这是七分之一 我的怪怪 这太多了 这个也 但没办法 那咱得算 是吧 那一除以九呢 零点一 是吧 嗯 九 放过来 十一 哎呀 零点一循环 对不对 一除以十一呢 零点 零 九十九 十对不对 零点 九十九 一十不够 再来个零 九 它就属于 它就等于 九十九 嗯 它是零点零九 所以十一分之一 等于零点零九 九循环 零九循环啊 这两个都要循环 好 那这个时候啊 同学们 注意合并 这个时候就把他们 合并一下来就行啊 那咱每一个 这整个等于多少呢 那就等于零点三的循环 加上零点二 加上零点 一四五 怪怪 这个也太多了 这也 一四二八五七 循环 对不对 再加多少 零点一循环 加零点零九 零九循环 好 那下边该怎么算 同学们一定要注意 嗯 不循环呢 先丢到一边 零点二 对不对 那循环的部分呢 可以合并 哎 把它们合并到一起 怎么合并呢 嗯 首先 零点三的循环 加零点一的循环 是不是零点四的循环 零点四的循环 再加上 零点零九的循环 好 同学们啊 如果这样合的话 还是不好算 因为 这个 数字太多了 就算你把这个 零点一跟这个零点三 先合了 当然是可以的 啊 我们就先把它合了吧 嗯 那就相当于零点四的循环 对吧 好 那就相当于什么呢 相当于这个用过了 这个用过了 这个用过了 是吧 变成它了 那现在就把两个尾巴再加上 零点零九 九的循环 再零九循环啊 零点一四二八五七 循环 那现在啊 同学们注意了 现在就没办法合了 不好合 不好合了 咱们就怎么做呢 注意啊 第二题就是相当于要列出来 你就这样 零点二呢 你抄到这来 零点四的循环呢 你就写这 哎 就很多四 你就排好 多 多画几个 这样稳妥点 零点零九呢 你也写这 嗯 抄好 这个呢 零点 一四 二八五七 嗯 好 哎 这个大家再看一下 一四 对准啊 一四二八五七 二八五七 对准啊 你不对准不好做 不对准的话 你不好做 为啥对准 你看 你这边再多来一点 啊 你至少得给人家弄两个循环节 这是一次循环 两次循环 对不对 好 那咱们再来几个吧 四四四四 零九 零九 一四 二八 五七 零九 四四 因为它循环一次 就需要一四二八五七 行 那咱们再看看 就相当于用这个数式 哎 咱们算一下 到底等于多少 对不对 好 我们看看 这三个数相加的净位多少 二十 这三个相加的净位二过来 换个颜色 大家看得清楚一点 那至少这个相加就变成了十一 净位一 好 四加九 十三 十三 这净位一 再加八 二十一 二十二 再净位一个二 四加二 再加二得到八 对不对 嗯 这个用过了 这个用过了 再看它 十七 哎 净位一 哎 那四加一加一得六 这个用过了 二十 二十 净位二 是不是 是不是 净位一过去 净位一过去 咱就就列数十一个个算 我算慢点 二十二 净位二 八 十七 净位一 净位一的话 四加一 注意啊 四加一得到六 五加一得到六 那就等于 0.6 是不等于 0.67821 0.67821 这个二先别算啊 你这个先别算 因为 这三个是在循环 上边没循环 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 同学们啊 咱再看一下 哪些在循环呀 嗯 0 注意看啊 六七八二一 067821 067821 是不是这些在循环呀 这前面它没循环 你看到没 这些没循环 后面在循环 那有的人说 李导山 你这个好像搞错了 你看看 你这个6728呀 这还有6728呢 所以啊 如果判定 067821 在循环 也不合理 对不对 所以啊 这个数字多的时候 一定要认真看 到底谁在循环 来 到底谁在循环 你再观察 782106 782106 782106 这些在循环呀 同学们 所以这个 这一步啊 非常关键 所以这三个相加 就等于 0.6782106 它循环 好不好 那再加上这个 0.2 就变成 0.8了 所以它们 四个相加 就等于它 是就等于 0.8782106 76 之间 这个循环 也在这儿 那前面还有个1呢 这个别忘了啊 这还有个1呢 这个1呢 你就加前面呗 对不对 那就等于啊 1加 等于1加 等于1加 等于1.8782106 一定要严格的下去 自己独立自主的把这个题 计算完了 小学可以毕业了 好不好 至少你小学阶段 不会存在 有分数 化成小数 这种 循环小数 这种问题 再出问题了 不会有任何问题 再考 只能比这个简单 那这个题 咱们就当一个压轴题了 好不好 后面再给大家 巩固一下 循环小数 这个就不用再看了 好吧 这个支联 我相信大家 已经烂熟于心了 重点再给大家 回归一下 分类 分数呢 分 这个小数啊 分什么呢 无限不循环 无限循环 无限不循环 比如说π 0.13145296 完全没有true 也不循环 那循环 无限循环呢 分两类 0.1313循环 混循环呢 就是1 1不循环 3循环 对不对 嗯 那分数化小数 小数化分数 纯循环小数化分数 混循环小数化分数 上面给大家总结过大招了 这个大招啊 下去一定要自己在 熟练 熟悉巩固 那最后这个压轴题 我建议大家下去独立自主的自己做一下 再对照课程 好不好 把这样的题 熟练的掌握 嗯 好 这个整个知识呢 就这么多 是吧 这一块呢 重点会考选择 题 是不是啊 像这个就是考计算题 嗯 大家下去啊 再把这几颗复习 巩固一下 嗯 好 那如果说大家觉得丽老师讲的还不错的话 大家可以把课程呢 分享给更多 平凡家的孩子 希望大家都可以少花 运往前都能学到 好的学习的方式 和方法 以及数学思维 好不好 嗯 大家下几个再见啊